大家好 我是云燕 前几期做了干豆豉 今天来做丝豆豉 水豆豉 做法大同小异 丝豆豉的口感比干豆豉更好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盆子里放五斤黄豆 用清水浸泡一晚上 黄豆浸泡一夜清洗干净 准备一个无油的不锈钢锅 泡好的黄豆放到坡里 大火烧开以后打去浮沫 然后转小火煮三个小时 这黄豆煮了三个小时 煮到黄豆一捏就碎的地步 黄豆就煮好了 把黄豆捞出来 稍微放凉一下 趁热倒在这纱布里面 用纱布包起来 一定要趁热包起来 不要放凉了 包成这样 拿一个纸箱 里面垫上不要的棉衣或者是毛衣 现在夏天里平均气温三十几度 不需要另外加热 把这煮好的豆子放在这中间 把毛衣盖上 保温 如果是冬天的话 就放到有暖气的屋子里 或者是开电热毯 盖上纸箱 放在阴凉处 发酵至五至七天 这豆豉发酵了五天 打开看一下 现在这黄豆变成了深棕色 这个豆豉一抓 这豆与豆之间 拉很长的丝 像这样子 这豆豉就发好了 拉的丝越长 致命发酵的越好 拿一个干净无水无油的盆 把豆豉放到盆里面 这用五斤黄豆 切大约一百克生姜 二十克橙皮 把生姜和橙皮都切成末 这橙皮和生姜切好以后 倒在这豆豉里面 这是五斤豆子 放一百二十克盐 要想豆豉保持到时间久一点 要多放一点盐 一百克粗辣椒面 一百克细辣椒面 八十克白糖 加一百克的高度白酒 加高度白酒可以杀菌 保存的时间更久 这全部调料加好以后 翻拌均匀 这豆豉全部拌匀以后 拿一个干净的玻璃坛 已经在阳光下暴晒了一天 里面加上一点高度白酒 把这个玻璃坛涮一下 削一下毒 把这拌好的豆豉 放在玻璃坛里面 这四豆豉就做好了 如果要做成水豆豉的话 就加一点当时煮黄豆的水 盖上盖子 这谈盐周围可以加上清水封口 现在夏天热 水很容易就干了 加上盐封口 这加上盐封口 就不用担心水干了 老是忘记加了 如果水干了 长时间不加水 豆豉很容易坏掉 这封了口之后 才发现还有一样重要的桌料 没有加进去 花椒粉 加50克就可以了 就把花椒粉倒到里面 戴一个手套进去 把花椒粉和豆豉拌匀就可以了 大家做的时候 不要像我这样马达哈 这花椒粉已经拌匀了 盖上盖子 这自己在家里做的四豆豉就做好了 放在阴凉处 发酵一个月就可以吃了 我们后期会用这个豆豉做豆豉牛肉酱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继续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关注吧 我是云燕 下期见 大家 来自家的豆豉 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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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